基本上我父親的想法是說 他小時候每天時間到就要騎腳踏車去收田書 所以他就很討厭這個 他說我做醫生就好 我好好有個地方就好 基本上土地什麼 事實上你也知道土地害死人 你也知道很多我們都知道嗎 你聽過陳吉爾嗎 陳吉爾有些拿到錢以後第二天就不見了 你還有命去享受這個田 當你失能 當你沒有價值的時候 人的 你旁邊的人的很多東西都露出來了 譬如說他可能是一個小公或者怎麼樣 但是他的女兒在他生病的時候 就陪在他那邊孝順的一趟後途 那反而說你看到很多有錢人來了看一下 然後你就看到他眼光開始往上面飄 他的子女在那邊飄 然後看的時候 為什麼不趕快死 趕快死了 我錢還可以趕快 你如果從小就去那邊急功浩義拍一張照片 你還能做什麼壞事 人有時候在重要關頭就是你心中一個念 他念大家都有 關卡的時候你就說 沒有啦這個不好啦不要啦 想要急功浩義 不然說對不起主持人怎麼辦 不能自私啊 不能說今天我台北市分到一塊地 我趕快賣了三百億我就可以拿的 我覺得這是完全錯的 我覺得今天這個叫 要褻瀆先人的一種這種精神 或者說我們自己的文化 趁精神兩個賣一瓶多少錢 這真的是沒水準 從小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你覺得說 有些事情我們不能保持沉默